芝加哥中华会馆继全桥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05年双十国庆餐会 西开近60桌 有500多人欢聚一堂 场面十分热烈 那么曹宝以精彩的歌舞表演节目 欢欣鼓舞 祈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这场在南华部富丽华酒楼 由芝加哥中华会馆继全桥共同举办的105年双十国庆餐会 500多人欢聚一堂十分热闹 祝芝加哥办事处长何振环 赞扬桥界在双十系列活动中 展现团结爱国的精神 也勤勉大家继续秉持民主自由普世价值 协助台湾走向国际 芝加哥乔教中心主任王伟赞 也代表乔委会委员长 感谢芝加哥桥界热烈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参会上何振环处长颁发聘书 给新任桥务咨询委员 桥务顾问 桥务促进委员等桥务荣誉职人员 随后现场响起生日快乐歌 嘉宾们一起切下蛋糕 在桥团勤心协力下 今年芝加哥桥界各项国庆活动都相当成功 在这里我们桥协格界海外桥包中华会馆和三十个团体一起来庆祝 公祝中华民国国印昌龙中华民族富强 让我们桥界繁荣和谐 参会余性节目丰富多彩 除了中华会馆舞蹈团带来的原住民舞蹈 还有City俱乐部体操学院成员精彩的体操表演 另外滑布小姐 芝加哥台大校友会 芝加哥荣光会 以及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谊会 先后演唱多首耳熟能详且振奋人心的歌曲 最后大家挥舞着手中的中华民国小国旗 一起合唱梅花与中华民国颂 现场洋溢浓浓的爱国情怀 台湾宏观电视张淑义 美国芝加哥台湾报道